那刚才呢 我们就和大家呢 去讲了一下呢 整个婴儿游泳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在整个婴儿游泳过程中呢 我们还可以伴随呢 轻柔的音乐 还有护理人员 这样的一个啊 和他的一些轻声的一些交谈 就我们在活动啊 我们的 这个 髋关节的时候 我们说宝宝 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样的 一些运动 屈身的一些什么运动 对吧 做踝关节的时候 我们说宝宝 这是你的小脚丫 好可爱呀 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些呢 令他愉悦的 这样的一些活动 只要都会让孩子呢 在整个的过程中呢 不但得到了 我们说一些锻炼 那么他的心情 心理 还有他的情感 那实际上呢 都会得到详细发展 那刚才呢 我们提到的是 婴儿游泳的 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内容 那下面呢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 就是婴儿的疾病的预防啊 和观察啊 那婴儿的疾病的预防和观察啊 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啊 在婴儿的常见疾病中 还会和大家呢 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分享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只是和大家在做一些呢 原则性的啊 我们这样的一些分析啊 那希望呢 大家首先要什么呀 要警惕起来 又是说我们的脑子里 帮助这根弦 对吧啊 首先我们再知道 婴儿的疾病 预防啊 到得了疾病 治疗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胃病要什么呀 要先防啊 最好不要让他什么 得 特别是我们的婴儿啊 那小的时候呢 得病 其实呢 对他的身体也好啊 对他的情绪也好 其实呢 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所以最好的 不要让他得病 那做好婴儿的疾病预防呢 其实我们关键是这三点啊 要第三个方面 就是呢 我们说婴儿 他是很娇嫩的 然后他又没有自主的 这样的一个 爱护理的能力 所以呢 就得靠我们的家长和护理人员 要根据天气和室温 随时呢 增减衣物 既不要冷 但是呢 也不要什么 太热啊 也不要 就一个字 五 那不行 要合适 要适度 还有呢 他的饮食起居呢 要注意规律 不能说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对吧 咳着吃 等等 那么这些呢 其实我们都要慢慢的去什么 根据孩子的情况 去轻轻摸索 然后让他呢 有一个适度 还有呢 不随便带婴儿啊 到拥挤的公共场所活动 这个呢 的确要特别注意 如果婴儿要不要有室外活动 这是毋庸置疑的 肯定要有室外活动 但是呢 婴儿的室外活动 应该是在什么 开阔的 人相对密度什么样 密度低的 那人群拥挤 我们说 他罹患疾病的 这种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就大 对吧 人员特别多之后 然后声音特别的嘈杂 是不是孩子也容易受到一些什么样 受到一些惊吓 所以呢 不要带婴儿呢 去拥挤的公共场所 去活动 还有呢 我们应该注意 对婴儿的相应的一些观察 比如说我们说 对于他的一个日常的 这些行为的一些观察 比如他的睡眠情况啊 他的呼吸情况啊 我们都应该什么 加强什么 观察 也就是说 作为婴儿的家长和护理人员来讲 您不能心太大 您得细致一些 那么孩子的生活起居 很多方面 我们都要去做什么 呼吸的观察 好 那婴儿呢 在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呢 往往是一些疾病的增长和表现 比如说入睡的时候特别烦躁 入睡之后呢 出现了我们说 发热 呼吸急促啊 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这就是我们说一个 什么发烧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对啊 那入睡后呢 大汗淋漓 睡眠不安 出牙晚 心门闭合太迟 甚至有些孩子出现了一些什么样 我们说肋骨和胸骨的发育异常的情况 这就要提示我们说 爱孩子可能患上了沟楼病 你说有些孩子入睡以后 他懂不害 对吧 然后呢 蹭的 我们说 他的这个 挨着枕头的 啊 这个地方 头发非常的稀少 出现了枕突 那这些都我们要考虑 是不是这个孩子是什么 是缺带的这种表现 啊 发热 咽喉红 那可能是上呼吸道的一些问题 那他都出现了呼吸的急促 咳嗽 鼻塞 那我们就要考虑 他是不是已经感染到了肺 出现了什么 肺炎 啊 那如果长期的低热不退 我们就要考虑 如果是特别是家中 还有这样的结合病人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婴儿有罹患 结合病的这种可能 啊 那如果是咳嗽 这种鸡鸣样的这种回生 这咳完以后有鸡鸣样回生 这个考虑呢 哎 可能是呢 百日咳 啊 那孩子经常会出现 啊 心率的一些问题啊 心率的一些变化 或快啊 哎 或不齐啊 口唇呢 是轻子的 啊 那我们就考虑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心脏病 啊 皮肤出现了 变黄 啊 不想吃东西 那就要考虑 是不是一些什么 肝胆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 啊 那要是 销瘦 食欲不佳 那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一些什么 消化功能的这样的一种障碍 啊 那睡眠的时候 原来 睡的时候 孩子眼睛都闭得特别紧 啊 现在呢 出现了 闭不严 伴有呢 皮肤浮肿 尿少 那就要考虑是不是 有肾损害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 啊 那 前额读起 啊 然后 脖子发硬 啊 前信 啊 然后 出气 啊 然后 有喷射性的呕吐 这个呢 我们首先就要考虑 是不是有颅内压增高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 啊 肚子疼 吃一些呢 逆食啊 也就是什么 墙皮啊 沙子呀 生米啊 这个一般 他会表现为大理件的孩子 啊 因为很小的婴儿 大家也可以想到 很小的婴儿 他现在还没有这些 自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对吧 那么特别是大一点的小孩 爱吃一些奇怪的东西 啊 就我们平时我们不认为 这些东西可以吃 但是他就喜欢吃 啊 墙皮 啊 泥土 啊 还有一些 大米 纸 等等 啊 你这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些 我们叫做意识 啊 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 我们就不排除啊 它是有寄生虫的可能性 还有呢 它可能会缺某些微量元素 它要靠吃这个来去 啊 这个一般是鉴于较大的儿童 啊 那如果这个孩子脸色 苍黄啊 然后嘴唇没有血色 我们去看一看他的结膜 啊 结膜的颜色也淡 就考虑可能是有什么样 贫血啊 然后突然孩子 然后出现了一些 发热 身上出现了一些 小的什么呀 小的疹子 我打蔫了 那么这些呢 不排除一些呢 哎 我们的 传染性的疾病 啊 啊 一吃奶就哭 那我们先考虑是什么 考虑口腔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局部口腔不舒服了 有些问题 然后出现了什么样 一喝 是吧 他疼啊 那不舒服啊 所以他就会什么 就哭 他就不想吃 啊 那孩子总觉得什么呀 哎 我们说转耳闹腮 他老觉得什么呀 哎 耳朵不舒服 啊 然后又哭 睡得不安稳 班友呢 发热 那我们就要考虑 这儿的问题 啊 我们之前的课程中 给大家提过 你想想孩子 中耳炎 我们是需要特别什么呀 去特别紧记的啊 因为他这个烟谷管呢 他非常平短 所以孩子比如说 他先开始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然后他通过这个烟谷管 然后他可以传播到什么呀 到什么呀 中耳 中耳本来是个密闭的 他和外耳道之间就连了一个什么 滚膜啊 所以他先开始浓是出不来的 一旦化浓啊 或者是什么情况 出不来 他就觉得这儿很难受 很躲的话 这东西听不清楚 然后等到能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滚膜 其实基本上就是 就穿孔了 裂了孔了 他那些浓才能从那什么呀 从那出来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你想骨膜的这种完整性 他就没有了呀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 那这样说 对听力的发展 他实际上会有影响吧 对吧 还有呢 我们说这个孩子 脖子 脸颊 你特别以什么呀 以耳 唇为中心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出现了肿 考虑什么 考虑心理 考虑心理 孩子哭闹 咳压 疼痛 等等 那我们就要考虑 所以这些疾病呢 他实际上都有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特征 那么 有经验的护理人员 他从孩子的一些表现中呢 他可以呢 对孩子可能 罹患的疾病呢 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然后我们就可以呢 发现这些异常问题之后 我们及时带着孩子呢 前去什么 就诊 那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要加强什么 整体的一个什么 护理 那孩子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让孩子适当多喝点水 不要强迫孩子呢 吃食物 然后不要随意给孩子用药 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啊 不能自行用药啊 作为小孩来讲 他的各个脏器 他都是很娇嫩的 有些成人使用的药物 他会对孩子的脏器产生了巨大的使用毒性啊 你这个病可能没治好又脏伤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不要随意给孩子吃其他的这种药物啊 还有呢 我们说室内的温度 然后通风情况 湿度 这些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啊 那本节课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呢 分析了啊 我们说婴儿游泳 这一项呢 我们早期的保健活动 应该怎样去做啊 另外呢 来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要停止 要特别注意观察婴儿的整体的情况啊 那么发现了一些呢 异常的症状 那么我们就应该呢 对他的这个问题 有一个大致的 一种什么 判断 然后及时带婴儿呢 去进行呢 就诊啊 按照医生的啊 治疗方案 去进行的各方面的什么呀 哎 护理 那么在护理中呢 我们也有一些呢 特别需要大家注意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啊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